今天的訊息是說到敬畏和享受神 這個訊息其實是幫助我們帶來一個平衡 因為聖經有說到敬畏神的,尊敬神的 不過很多人看到這個敬畏神 聖經裡面也有一些記載 說到那些人怎麼不聽神的話 神怎麼懲罰他們 於是有很多人對於神有一種害怕的心 怕了神 但是聖經裡面的確有說到敬畏神的 到底怎麼平衡? 聖經也有說到享受神的 好像敬畏和享受好像不能夠拉在一起的 但是我今天講的訊息是幫助大家一個平衡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當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平衡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那個後果就是要不去一個極端 就是很害怕神 或者不害怕神 不害怕神不代表享受神 不害怕神意思就是說 犯罪不覺得緊要,覺得無所謂的 不要緊要的 這個一個極端 一個極端就是怕得不得了 跟神是很有格惡的 就是覺得神高高在上很遠很遠的 這一種的 OK 另一種的極端就是 他只是享受神 就是喜歡享受教徒的生活 享受敬拜 享受親近神 但是呢 就 沒有這個敬畏的心 有時候有些人呢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講到 享受神的恩典 很多時候都講到享受神的恩典 有些人就以為 耳牧師呢 就經常都是享受神的 其實我心裡面是很尊敬神的 但是我尊敬神的心呢 是很輕灑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呢 人是可以 就是說遵從神的時候 是很重的 但是我真是遵從神 我全心跟從神 我所有整個生命都完全跟從神的 我整個 無論我的錢 我的時間 我的心 我的行為 我的言語行為 和待人接密 或者 為什麼不被人影響 我全部都跟上神的路的 而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不是一種壓力之下做 是輕鬆這樣做 其實聖經講到 有些人跟從神的時候 不代表他們呢 是很大壓力之下 或者是 經常都是很嚴肅 就是可以是天神 我們看到大衛 雖然他是有犯罪 但是他真的很知罪 而大衛呢 當他跟從神的時候 他是很輕省的 很喜樂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不要將這兩樣 覺得 要敬畏神就要很嚴肅 還有呢 很害怕很害怕的 我們可以很開心 但是現在方面 有開心 也同時可以享受神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很分辨很清楚 就是神有兩個主要的聖情 一個就是他的慈愛 他的愛真的很大 很多人就說 太多聽神的愛 人就會不懂得敬畏神 其實不是的 是人問題 我們認識神的愛有多少 認識神清楚他的愛呢 只要神經常在愛我的 神經常在愛我的 我們就會說 神這麼好 我真的要不要惹他怒氣 我不要犯罪得罪他 就會很願意跟從神的路 如果人活在神的愛中 聖愛就不同 譬如有時 有很多 有時大家見到一些小朋友 給父母聖愛 以致呢 他什麼都要取得到的 有些人以為 跟神可以這樣 其實跟神是可以的 跟神一定是有尊敬的心 但是尊敬的心 都是同時在神的愛中的 所以第一明白神是充滿愛 另一方面 他是充滿聖結和公義的 他是完全不苟且的 他的要求是不苟且的 那你不做得到怎麼辦呢 那你立即求主赦滅 很簡單 其實你做不到 你就求主赦滅 又不用說 嚇死了 我有失敗 我有做得不好 不需要這樣的 也就是說 我有做錯 求主耶穌赦滅我 我就跟從耶穌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很興省的 一個兒女的心態 Shirley和我倒水 神的聖結都很美麗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對於神的聖結 就覺得很嚴厲 即是覺得神很嚴格 神的聖結很嚴格 在這兩方面 我們看到神的聖結很美麗 第一 地上愛主的人是很可愛的 即是說那些人跟神 其實很可愛 大家如果接觸了一些基督徒 不是那麼愛主 你會發覺很多時候 在他的生命有問題 那你就會覺得 有時跟他相處 他又會欺騙 有時講點好說話 傷害的說話 那跟他相處是有困難 但有些人 他真的很愛主 你跟他一起相處 你覺得他很可愛 他裡面充滿關心 充滿愛 是令到你很舒服的 所以地上 愛主的人 都是很可愛 即是走上神的路 天堂的人 都是極之可愛的 天堂的人 完全走上神的路 又是極之可愛 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 可能在地上有些基督徒 曾經對我們不是那麼好 或者不是很接受的 我們去到天堂 這個人都會很開心見到你 哇!真開心見到你 會不會說 什麼你都來到嗎 這樣 他會說很開心 你和我也在 即是去到天堂 忽然間這些人 所有的不好都走了 他都不再計較以往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是很可愛的 天堂再沒有任何的怨恨 如果地上好像天上就好了 如果地上好像天上 真是個個都走上神的路 真是美好 所以神的聖結 是很漂亮的 我們就不要說 哎呀 跟上神的路 很嚴格的 什麼都不能做的 其實我什麼 即是凡是合乎神的事 我都可以做的 我都會享受大自然的 我很喜歡看鳥仔 我喜歡拍照 我很喜歡 將好東西分享給別人 我很喜歡關心別人 即是我 其實我享受生命 我喜歡打球 我是享受生命 我享受和太太在一起的 我不是做人 好像做牧師 當然是 哎呀 整天都很辛苦 又很嚴厲 整天都這樣做的 其實你和我相處 就發現我很輕鬆 你很多時候聽我說 不要緊 你說什麼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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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努力就行了 所以神的聖經 其實很漂亮 好了 那 我太太提醒我 她說 有時候不好的東西 你擺在那裡太久 人們進了腦 所以不好的 我以後就打個靠叉 你知道這些是反面的 那有些人 因為不明白神的聖經 而懼怕神 那種不是敬為神 而是怕的神 那會有什麼後果呢 這個後果就是 以為神不是真愛 就是以為神都不愛人 神不疼我們 不看重我們 以為這種 另一種 哇神很苛刻的要求 很高的 哇 即是很難達到的 而且覺得很難親近神 其他人都沒有用的 其實很多人覺得其他人沒有用 因為他只是用思想祈禱 如果你用心靈祈禱 好了耶穌你真好 多謝耶穌 可以享受耶穌 你喜歡神 你就發覺清醒神很容易 隨時得力的 隨時隨地 我一想到耶穌 我裡面的喜樂就湧出來 我一想到耶穌的人就輕鬆 你都可以的 而且覺得很難達到神的標準 所以這樣的時候 做基督徒真的很難 所以有些人說做人難 做基督徒更難 因為他對神的觀念 錯誤的解釋 以為神的聖結是非常之 即是 沒有愛的 即是神有聖結也有愛 如果神只是聖結沒有愛 那的確是很辛苦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 就什麼都要達到標準 什麼都要做到標準 你做到不夠標準 就要罰打 要罰什麼什麼 這樣就很慘的 但其實神不是喜歡罰我們 你真心悔過的時候 神不會罰我們 但是當然 最有罪的後果 最有罪帶來的後果 神也都會管教 但是當你真心悔過 神真的會接立 也都因為神接立 我們就不要說 我們隨便犯罪 千萬不要有你的觀念 就是我們隨便犯罪 好了 在這裏我看了一個經文 很多人看了這個經文 覺得很難以接受 薩摩爾記賀第六章五節一起錄 大衛和以色列的儲家在夜話面前 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和琴 實實鼓拔羅作樂跳舞 到了那根的何場 因為牛失前提 烏薩就伸手扶住神的約會 在這個經文就講到 大衛要將神的約會 在以來這個先知 亦都是祭師 一個祭師 因為他不聽神的說話 打仗那個約會就被菲利士人搶了 搶了之後 後來但是神又很幽默又很聖結 那個約會去到哪裡 那個城的人馬上全部生去痔瘡 當他們說不要來這裏 一轉去別處 一到那裏 那些人已經生自創生 他們過都不要 最後他們就怎樣呢 如果這件事出去神 我們真的要將這個約會送回來 就將這個約會放在一個牛車 有兩隻牛 讓他們自己走 那些牛很特別 一邊走一邊叫 一邊叫 一邊叫 一邊走一邊叫 一邊走回以色列的地方 所以他們知道這件事催神 但是在那時候 這個約會其實去過不同的地方 最後當大衛作王之後 他就要將他搬回去耶路撒冷 不過可惜他做了錯的事 他沒有跟從聖經的吩咐 就是只能夠祭司去抬 並且一定要遮蓋 他可能有遮蓋 但是他是用牛車去載 而當時就有烏煞 他就想伸手扶住神的約櫃 誰不知 因為神的約櫃 是不可以隨便碰得的 他只能夠碰這個 那兩條鋼 在前後那裡突出來的 他這個就犯了神的律法 跟著下去 一起讀 神又說向烏煞法路 因者錯誤擊殺他 他就死在神的約櫃旁 大衛恩又說擊殺烏煞 心裡受罰 當這件事一發生的時候 神就立刻擊殺 因為神是不能夠容許任何人 去碰到他的約櫃 立刻擊殺 不過這個擊殺 到底是否代表他不失去救恩 是未必的 他可能在天堂的 即是我覺得他應該是天堂的 他是出於好意 他想保護這個約櫃 但這件事是違反了神的律法 即是神是不可以乾犯的 這樣的時候 神就擊殺他 他就立刻死在那裡 而大衛當時收到訊息 他就很害怕 很煩惱 為甚麼會這樣發生呢 他的心就很害怕 於是這個約櫃就沒有抬回去耶路撒冷 這個約櫃就抬去俄別爾東的地方 去俄別爾東的地方有甚麼發生呢 三位爾記下六章十一節 耶路的約櫃在加特日 俄別爾東家中三個月 耶路說賜福給俄別爾東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訴大衛和說 耶路說因為約櫃賜福給俄別爾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 大衛就去歡歡喜喜利將神的約櫃 從俄別爾東家中抬到大衛的城去 這個約櫃就去了俄別爾東的家 他就擺在這裏三個月 為甚麼大衛想都想不到 神就祝福了 好像兩個很大對美 一個就是摸摸死了 另一個就去到祝福 當大衛聽到這件事之後 大衛就明白 雖然當我們犯神的律法的時候 神是可以擊殺 但當人走回神的路的時候 神的同坐是帶來祝福的 於是大衛知覺了 即是說原來我們可以兩個同時存在 一個是敬畏神 一個就是享受神 有神的祝福 是兩樣同時存在的 不是需要繼續懼怕怕神的 於是大衛去到 是完全不是懼怕的 大衛就能夠明白這兩樣的分別 就是有敬畏神的心 但不是懼怕 那我們怎樣接這個約櫃呢 是怎樣接法呢 正在說甚麼 歡歡喜喜 或將神的約櫃從我邊移動 去家中 抬到大衛的城裏面 好了 抬的時候怎樣做呢 一起讀 抬夜華約櫃的人走了六步 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 大衛穿著細麻布的以忽德 在夜華面前極力跳舞 哇 他跳舞是極力跳舞 他不是不停跳舞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敬拜神是可以極力的跳舞 有些人說 不是喔 崇拜是要好莊嚴的喔 崇拜是有莊嚴的一面 在這個時候 我想問大家 在約櫃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他這樣做是不是敬拜神呢 他是不是敬拜神呢 他是敬拜神 可以說是極度的莊嚴 即是在神的面前 極度的莊嚴都可以同時極度的喜樂 這兩個是同時存在的可以 即是說在神的面前 莊嚴的意思不是敬起臉 不是說沒有喜樂 即是有些人以為 親近神就要沒有喜樂 就要是很嚴肅 只是思想 其實敬拜神是全人的 包括我們的思想意志感情 所有的心靈裡面的興省 喜樂都可以湧流出來 多謝天父那麼愛我們 很輕鬆的來到神面前 我們看到其實天上的聖徒 都是不斷地敬拜贊美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同時有尊敬神的心 這次他們就不是 他們就不是用牛車 是抬藥櫃 祭司抬藥櫃 這樣的時候 耶和華就祝福他們 他們就在神面前極力的跳舞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對比 就是起初大衛是怕神會懲罰 很怕 所以他說這個藥櫃不能搬來 但是後來發覺 神是祝福莫比伊東 所以他看到他有怕 但是後來看到神有祝福 於是他就歡喜快樂 跳舞歡迎 欲慰 即是說原來這兩個是平衡的 到底在大家 弟兄姊妹的心中 你對於神 是一種懼怕 還是一種歡喜 兩樣一起 敬畏和歡喜神 輕輕鬆鬆的 其實基督徒可以想得很輕鬆 有些人說不是很輕鬆的 又要看聖經 又要祈禱 又要處理罪 又要處理情緒 真的很難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處理這所有問題 其實很簡單 一個秘訣 你跟著這個秘訣做就可以了 我已經與基督同一十字架 與基督同一十字架 人家罵你有沒有所謂 不要緊 一罵就罵 就是他罵的說話 又不是釘來的 是不是釘來的 有些箭射入你的心 他沒有 是你的心領受 你就覺得受傷害了 你不介意 他罵 你就由他罵 其實他比你更慘 你不介意的時候 他做些什麼不好的事 或者就算有什麼損失 不要緊 神會給我 當我們不介意任何錢財的損失 甚至家裡的損失 甚至家庭有問題 當家庭有問題出現 對方有錯 如果我們有錯 我們要認錯 但如果對方有錯 對方有什麼情況 對方有婚愛情 離開了婚姻 或者他做錯一些事 當然一定有傷害 但我們不能一輩子都傷害 一輩子都傷害就很慘 但我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一十字架 就算這件事發生 我放手 不要緊 神給我新的路 其實最重要是 我先求神的國和女兒 這一切加給我 神會給我一條新的路 我總之走整個路 我不介意任何負面的事 我就可以任何時間都可以 放下任何的煩惱 因有煩惱 但是要處理 不是不需要處理 你就說 我不用不開心 我不用急 我們說 我受影響是什麼 是急 有時我急要做事 急要快些 因為我對於洗碗 對於做家務 是興趣不大 我想快些做完這些事 讓我快些去做一些 更有意義的事 就是我心裡不想 那我呢 我呢 發覺急都對我影響 那我就學習 不用這麼急的 神給我做多少就多少 那我做的時候 都輕輕鬆鬆的 那時候呢 我就不受影響 就是說我放下我自己的路 這個都是路我來的 我放下我路我 我不受影響的時候 我就可以任何時間都平安輕鬆 我的心就輕鬆 其實這就是一切的秘訣 親近神 從神得力 還有放下所有的煩惱 不要緊 人做什麼 人說什麼 怎樣傷害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我們就能夠 遵行神一切的吩咐 遵行的時候是輕鬆的 我看自己覺得是好的 親近神 我討過 我是歡喜的 我處理生命 我是歡喜的 我預備信息我是歡喜 我說信息我是歡喜 我為人祈禱我是歡喜的 就算人沒有改變 譬如我幫他 肯定不改變 那我就說 他不改變 我就慢慢引導他 我不用發怒 我又不用逼迫他 我又不用罵他 我又不用罵他 我不用說他 我總之引導他 問問他為什麼這麼難呢 怎樣可以方法更快的改善呢 你改善不了不要緊 慢慢來吧 他做不到的時候 不是我責任 是他的責任 那我不用不開心 那就是說 什麼事情發生 幾大件事 我都不需要不開心 我都依靠神 親近神 那時候呢 就不會覺得做基督徒難 我見過有傳統跟我說 他說 哎呀 我覺得是否很難 有不同的傳統都跟我說過 那些事情 因為如果 揹著那個擔子 的而是很難的 你要改變的人 難不難呢 是難的 雖然有很多傳統都覺得難的 但當我說 我做好我的本分 所求於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我做好我的本分 我就輕鬆了 那我就不難了 但我要令每一個都聽完話 就難了 不是我去令他聽話 神去改變他 神去感動他 這樣呢 你做任何事都可以輕鬆 就不會覺得做基督徒難的 所以我們 一方面定位神 一方面親近神 你都可以輕省 輕省的時候 在我們而言也看得出的 有些基督徒 或者有些祖長 很想人 快點快點改善 他會逼人 他會 為何你沒有祈禱 你快點祈禱 為何會看聖經 你快點看聖經 你快點遵行神 你不要發怒 你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呢 其實被人壓力 我希望我們所有服侍隊 不要用這個方法 他未到的位置 不要緊 慢慢來 你告訴他 譬如他說 哎呀我很多軟弱 你說 很多人都說你的問題 慢慢來 不要緊 神一定幫你 你一定可以提升的 慢慢來 一定可以的 進步些少都可以的 不過我們進步些少 就再進步了 就不要停留在這裡 繼續進步 總之給人的感覺 都是說 是輕省的跟從神 我們自己都輕省的時候 自然我們的說話就會輕省 但如果我們的心躁 那些說話就 不知不覺就躁 還有不知不覺會皺眉頭 那些時候會皺眉頭 我曾經試過那時候說到 要翻譯的 有人跟我說 牧師 你知道嗎 你皺眉頭 因為那個翻譯的 總是說不到我要說的 我可以皺眉頭 其實 可以輕鬆一點 可以做人輕鬆一點 你一會兒試一下 可以輕鬆一點 阿里路亞 可以輕鬆一點 試一下 揮眼雙手 阿里路亞 可以輕鬆一點 我們跟從神 都可以輕鬆一點 不用那麼大壓力 可以輕輕鬆鬆 這樣做基督徒 是感受很多 但同時 你會發覺 我真的很認真對付罪 你要跟我相處 你不會發覺 我講任何負面的話 我不會說 我百分之八 完全沒有走雞 有時真的出口 但我大部分 你聽我說的話 我真的 都是講正面 都是祝福人 不要緊的 下次努力就可以了 不要緊 但我會提醒人 要有什麼留意 但我提醒的時候 我不會說 有沒有搞錯 我這樣做錯 我不會這樣的方法 我總是說 可以這樣改善 你試一下這樣改善 即是說 一個輕鬆的心 好了 另一個例子 請先個例子 是舊約 這個例子 是新約 有些人說 舊約是這樣的 新約是這樣的 四人主五章 三字一齊讀 彼得說 阿拉利亞 有很多人 他們就獻上他們的房屋 奉獻給教會 然後他們當時來講 是一個一同居住 一同分享他們有的財富 於是 他們把這些錢拿出來之後 他們就 即是說 大家互相照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 很多人都這樣做 阿拉利亞 看到這麼多人都這樣做 於是他又做了 但他不是出於甘心 而是他想做給別人看 而他做的時候 他留幾分給自己 那 那麼 彼得已經知道 因為神感動他 所以彼得知道 彼得就問他 知道是否所有的錢 他說是 當他說是的時候 彼得就跟他說 阿拉利亞 為何撒旦充滿你的心 叫你欺控聖靈呢 為何你要騙聖靈呢 你這樣做 你不是欺控人 是欺控神 那麼 他就跟他說 他說 田地都沒有賣的時候 是你自己 賣了那些錢就是你作主 為何你心理起這個意料 你可以說 我只是奉獻了幾分 譬如我奉獻了七成 我留三成 OK的 沒有人說你一定要做的 但他又要告訴別人 我奉獻了 但他又留幾分 這樣的時候 他就是欺控聖靈 那 彼得就說 你不是欺控人 是欺控神 當阿拉利一聽他說 立刻就撲到 就斷氣 立刻就死了 如果今天 神一樣這樣做 我們真的沒有幾個人 留得低 現在犯罪 立刻跌低 立刻死 是沒有幾個人留低 不過神這樣做 是提醒我們 犯罪是很嚴重的 我們就說 神啊你幫助我 保守我的心 不要去犯罪 因為犯罪一定很嚴重的 那有些人說 那就是神很不喜歡 就是 我犯了很多罪 那神 雖然赦免這樣 神不喜歡 我希望大家用正面的心去看 因為聖經講到 憂傷痛苦心 神必不欺憾 當你真心痛苦 神一定會 不欺憾 和會折落 所以就算做得不好的時候 立刻求主赦免 真心的悔改 並且以後願意改過 神啊我不再去發脾了 我不再去罵人 我不再去說謊了 神是歡喜的 所以我們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們尊敬神 另一方面 我們輕輕鬆鬆做基督徒 其實是不難的 有些什麼困難 我們當中有些人 可能被家人傷害 被同事傷害 我們很介意 很難脫離這些東西 但你就說 其實他不好 我為什麼要背著 我一輩子受苦 一輩子受苦 他不好 我為什麼一輩子受苦 他不好 我可以放手的 不要緊 我不死得 他罵完我不死得 他說我不死得 而我們深信 我們有價值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一步步得意 好了 我想說的 就是 有很多人看到 神懲罰的經文 就很害怕 我想說 懲罰的經文 是警告人 不犯罪 犯罪不悔改的人 如果 上面紅色的就是 神什麼不歡喜 犯了罪 對不起 犯了罪 我們悔改 神一定會歡喜 總之你犯了幾大的罪 當你真心悔改的時候 神一定會歡喜 除了聖經講到 蝕獨聖靈的罪 但是 如果你仍然會悔改 你就沒有犯這個罪 有些人 經常都很害怕 我經常都說 我是否犯了蝕獨聖靈的罪 你懂得仍然悔改 聖靈都沒有離開你 因為要我們為罪 為疑為審判自己 你責備自己就是聖靈 如果你仍然會責備自己 聖靈也沒有離開你 那你就不要介意了 你就放手了 以及悔改 親人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起台祝福 總之 我們犯什麼事都好 我們真心悔改 神一定赦免的 所以我們的後果是怎樣 我們不用怕神 不用疏遠他 而且親人神 和遵信神不是太難的 就是你說神 走你的路是最好的 我走你的路是無福的 我日日平安輕散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發覺走神的路 是有力量 是越來越得力 越來越輕散的 有幾個人覺得走神的路是輕散的 有幾個人覺得 有些人還未覺得這麼輕散 我希望大家報一報 如果你覺得不輕散 可能裡面就 哎呀我做得不好 哎呀我又犯罪了 哎呀我達不到神的標準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怎樣做呢 神啊我就做不到 你幫我 神就歡喜了 大家跟我講 當你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是神了 我得罪你 我犯了罪 求你赦免我 求你幫我 求你幫我 神就歡喜了 神就歡喜了 即是當我們真心悔過 神就歡喜了 做不到的時候 你不可以死了 我做不到做不到 人就是這樣的 例如你上班 老闆會撿著你 你做不到 他可能他 總是他的態度 總是不歡喜我們 或者家人 有時總是不歡喜 但是神不是這樣 因為人很多時候 將人套到神那裡 就以為神 我要我做了那麼多 不要神看得到我 都很懶惰 看到我真的 好像有刺 其實神不會的 聖經說一個罪人悔過 天上都為他歡喜 神是很歡喜的 任何一個罪人 聖經說到 犯理賽人去到聖殿祈禱 他就說 哎呀我什麼都做完了 又送了十分之日 又禁食兩次 一個禮拜禁食兩次 我做了很多好東西 但是另一個人來到 這個歲離 看天都不敢 一路隨空 我得罪神 得罪你天 求神你赦免我 耶穌說 這個人 是清義的 神更加喜悅的人 當然我們知道罪 我們就不要繼續犯罪 知道罪是不好的 處理罪是很難的 其實方法基本上就是 我們深信罪是破壞性 一有罪的意念 一生人馬上說 我立即處理 一生人馬上說 這個人是不好的 我不要 我被人影響 我不要 我放下這些 可能你不是一下子處理完 那你說怎麼辦 我處理不完 你看著我的手 有這麼多東西處理 那你處理的這麼多東西都不行 你開始嘗試神 你幫我 你嘗試神就寬你了 跟我一起講 我嘗試神就寬你了 我有一些進步神就寬你了 我有一些進步神就寬你了 我那時候用一個百分之一 意思不要停留在百分之一 不過 百分之一容易 你做到百分之一 神就寬你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有大的壓力 總之我努力 我向前去 神就寬你了 跟我一起講 總之我努力 向前去 神就寬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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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做得還沒那麼好 神都寬你了 這樣就興省了 神是否要我們興省 還是尋重呢 耶穌都說 努腐擋重探 你好 靈可度 我我就要你得安息 耶穌就是想我們不要揹重探 怎麼 Lavazia 有些人 世上的重探 其實不太大 信耶穌的重探 因為神的表情更多 所以耶穌的壓力更大 他説呢 說努腐擋重探 信耶穌就得到安息 誰說跟著俊行 就更重的誕子 那是否違反了神的心意 神說甚麼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是轻松的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很轻松的,我很柔和谦卑的 你当负我握,就是负耶稣的责任,做耶稣叫我们做的事 学耶稣的生命,什么都是倚靠神的 这样你们心里就不必得不安息,你的心就一定享受安息 因为我的握是容易,我淡是轻散,耶稣加上这两句 我的握是容易,我淡是轻散,不是沉重的 所以我们无论帮自己,帮人,都不要握住胆子 帮人的时候,不要握住,这么久,有没有搞出信尊,几年都不改变 你怎么进步啊,这样的时候我们有压力,都被人压力 令人觉得跟从神,什么都做得完美 当然,其实我们是追求完美,我是很追求完美的 但我追求得来是轻散,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 耶稣的骗是容易的,他的淡是轻散的 所以呢,圣经懲罚的说话,警告的说话是给不悔改的人 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就不会再这样懲罚的 也同时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轻慢不得,那你就说死了,那就很害怕了 但我们就说,不用怕了,总之你走神的路,神就会欢喜了 《加勒太书6章7节》 《非要自弃,神是轻慢不得的》 有经文一起读一下 《人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信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 《信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不需要自弃,因为神是轻慢不得 他不可以轻看,神不可以轻看 人很多时候会轻看人的 其实夫妻之间,周时都有这些发生的 未结婚,追求对方就很紧张 但结婚,很多时候都会随便说 他常常都没做,他很笨的 我笨老公啊,我的太太啊 总是批评的说话 其实呢,我们对神对人都有一种尊重 每一个人都很宝贵 每一个人都很值得我们尊重 我和教徒都说 你很值得人尊重 你很尊贵的 你很尊贵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很尊贵的 我们对神是不轻看得的 我们做什么就收什么的 做什么就收什么 你的生命做什么就收什么 而很多人随意的 信着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坏 所以我们尊敬神就说 我不随便的 担心忧虑烦恼 为钱为人这些问题去影响 而我是真是走神的路 遵从神亲吟神 而信着圣灵杀种 必从圣灵收永生 以信从情欲可以叫我失去救恩 信从 情欲可以叫我失去救恩 加勒太书文章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以仪意见的 就如 奸淫 污蔑 邪淡 拜偶像 邪述 仇恨 增敬 忌恨 老奴 结党 纷争 异端 质道 罪走 方言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者和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最后那里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留意到有些基督徒 有些奸淫 污蔚 仇恨 我选了黄色的那些 有竞争 质道 憎恨人 老奴 结党 纷争 质道 方言 可以不一定是吃东西 可以是玩手机 看电影 上了印 色情的东西上了印 这类的东西 我们会不会看到 那些人都是这种情况 圣经说什么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个很严重 那有些人说 那我怎么做得到 所以做不到就怎样 下面说什么 所以我必要悔改 你做不到就悔改 求基督帮我改革 就是我们要知道 任何的罪 都是不可以留在那里 任何的罪一定有破坏性 任何的罪都要认真地处理 认真得来是轻松的 其实我是轻松处理 亦都是轻松处理 但我又认真 留意我的思想 我的感情 我的言语 我的表情 我的行为 都是走在神的路上 而且不遥恕神都会追讨 我讲这些经文就讲到 神是会追讨不同的罪的 马太六章十五节 你们不遥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遥恕人的过犯 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要轻寒 在非洲有个报道家 叫做布永康 他曾经有一次报道会 请了一个牧师作验证 这个牧师是怎样发生呢 他是撞车死了 而他撞车之前有什么发生呢 就是他的太太盖了他的巴 他几天都不理他太太 他一直生怒他太太 然后那天他开车的时候 车的车失控 一直落斜路 又撞到石头 然后他非常危险 后来他太太就叫了 那些救伤车去车他 去那个地方 但是去那个地方又不行 那个地方不能够 提供到这个对他的医治 车又去另一个地方 当他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死了 他就先去了天堂 他就看到很多圣堡都敬拜 他就很欢喜了 然后神又带他去见到 一些金屋 黄金屋 那天使就告诉他 这些黄金屋已经准备好了 基督徒的住处在天堂 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呢 神的子民还没准备好 等到他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上到天上了 耶稣就回来了 然后这个天使就带他去地狱 地狱里面就有见到不同的人犯罪 包括有基督徒 还有有所谓的基督徒 还有所谓的存云 其中有一个牧师在他跟他说 他说我以前偷了教会的钱 我现在愿意还回了 你救我出来地狱 但是都不可以 就是说任何的罪 如果我们不悔改的时候 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为过后的 我不是说 哎呀死了 我忘记了认什么罪 死了 会不会又去地狱 有些人就会害怕 就想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会不会 有时以前犯罪 又忘记了 那又怎么办呢 那你就向神认所有的 任何你不记得的 神啊你赦免我所有 不记得的罪 我真心悔改 而你记得的 你都认罪 又去改 这样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的 死了 会不会认罪 不要紧要的 你认罪了 你耶稣是赦免那些 我还没认 不记得认的 好了 接着天使和牧师说 如果今天你的生命策是关了 你今天的坟在这里 他有没有搞错 有什么理由 天使手中立刻出现了经文 就是说你不要说人去过犯 你天父也不要说人去过犯 他无法回答 天使就跟他说 他说 神给你压我的恩怨 你可以回去 神给你机会 你回去告诉别人 他就回去告诉别人 我是有一个影片 在网上也有这个影片 应该在我那里也有的 说到他回去的时候 其实那个影片 包括他在聚会 牧师的反应 去那个殯儀馆 因为他已经去殯儀馆 死了三天 第三天才复活的 去到那里 并且他打了防腐针 就是全部影片都有拍出来的 他回来就告诉别人 他说天使和我说 你不遥说人的过犯 天父也不遥说你的 他跟他说完 告诉他发生什么事 那些人都害怕到 个个人立刻去遥说了 跟他所有 他有任何关系的问题 他立刻去遥说 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到这样的事发生 才会遥说 要是说 哪个人我们还在生气的 他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有做都不好我认错 但是如果他仅仅错是他的问题 我不用生气的 我放手吧 我遥说他 我希望大家都遥说 每一个曾经得罪外人 其实他们都很惨 那些犯罪的人 其实他们是凄凉的 他们是在罪中比我们更加凄凉 所以我们就言说他 就不用介意 其实他说他有什么所谓 他骂他有什么所谓 就算你抢你的钱又怎样 神会给你 你不会饿死的 我们中间没有人会饿死的 你听神的话不会饿死 那你就说就算你失了 就算你失了什么东西 其实神都会给我们 启示录二章二十三章一词读 我是那刹汗人肺虎心肠的 并要照你的行为报应灵活的 神是刹汗 刹汗 他会不会走这样的人 会不会走走鸡 会不会看漏了某些人 但是很多人就以为 神会走鸡 我到最后悔怪 我最后临死的时候会悔怪 他以为他可以走鸡 其实很危险的 就是任何时间我都知道 神是看到了 其实神看到我们现在 每一个你的心 你有多爱神 当你听我说的讯息 你有多认真去听 当你听的时候认真 你说神啊 我真的知道 我要敬畏你的 你是圣洁的 我要敬畏你的 但我又知道你是充满爱 你是很轻散的 因为你骗是容易 你淡着轻散 所以我轻轻松松跟从你 我放下所有人的不好的东西 放下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思想 我跟从你 并不是太难的 当你这种心 神就会很欢喜 但如果你说 哎呀牧师 你做到我做不到 你这些太难了 你这些太高度了 我是凡人来的 我是追求世界的东西 当你这样的时候 神知道的 神看到了 我希望大家 你真是在神里面 神啊我走完你的路 神就欢喜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很简单 耶稣你帮我 我做不到 你赏免我帮我 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说 我做不到的时候 是耶稣赏免我 是耶稣帮我 是耶稣帮我 耶稣就欢喜 很简单的 不要想得这么 而有些人 他总是 常常这样想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神有这个政策 我有对策 我对策 我对策 等我淋死我悔鬼 他以为这样做 是聪明 其实是蠢的 是最蠢的 他的生命 整个生命就浪费 但如果我们现在 善于我们的生命 是真是最聪明的 而这个经文 希望大家记实 就是真心悔鬼 神一定赦免的 神一定欢喜的 以 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神所丽制的手指 忧伤的灵 神是忧伤痛 他的生命 必不轻汗 神会不会轻汗 不会轻汗 但有些人就说 神会看我的不好的 神说了 他不轻汗 你就不要硬是 抓住神 有些人 他总是会看负面的 我知道 有个人 不止一个 有一个 专闻圣经那些 他说 因为你注重罪业 所以神不会 听你祈祷 他就经常抓住这些经文 那我说 你犯得罪业 你就求祈赦免 神就一定要说 你不要抓住这个经文 你抓住什么呢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一定赦免的 我们呢 憂伤的心 神一定不会轻汗的 一起读 路加十五章十节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试者面前 也试者为他 欢喜 什么罪人 不单止是初信那些 是识得很久 一样是罪人 一悔改 神就欢喜了 个个都欢喜的 好了 人在恩典和律法之中 有不同的层次 交叉的就是 我希望你不是的 第一就是什么层次 不尊重神 轻看神 这个呢 即是不看重神的圣结 这个是绝对不好的 就算我轻散 我不会看听神的 我会尊重神 我不会去犯神的界面 我会真的尊重神的 所以 不尊重神是很严重的 第一这个 第二种呢 不尊重神 随意犯罪 随意犯罪 第一个就是对神尊重 第二个就是对神的界面尊重 第三呢 怕神竟而远之 然后呢 然后呢 跟着平衡的人 要是平衡恩典和律法 就是 我在恩典之中 我又在律法之中 我又在恩典有神的爱 我又遵从神的界面 还有呢 有喜与神 享受神 这个就是平衡 健康的平衡 而那边呢 就是不健康的 那么大家 大家想 大家去反省一下 你有没有 不尊重神呢 轻看神 即对神轻看 在我心里面 有不同的人跟我说 哎呀 哎呀 神都没有帮我 我呢 就埋怨神了 很多人都跟我说 哎呀我 即是有时候埋怨神 我有很多麻烦 很多年都不得意志 我一个就埋怨神了 我说 神是唯一能够帮你的 你得不到帮助 不是神帮你 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开放 不是神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你埋怨神呢 反而 你失去了神的恩典 神是唯一帮到你那个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 不尊重神 永远是神是最好的 我看重神 又欢喜神 而是走神的路 又喜悦祂的 那这个是最好的平衡 我希望大家 留意到什么 不尊重 或者随意犯罪 或者怕神 敬而与之的 你就求主博助你 真是看重神 好了 一些不尊重神的行为 需要悔改的 悔而改的 第一 对神有负面抗拒 有些人说 哎呀神要求很高 又要十分之下 哎呀我都没有那么多钱 十分之下 没有了钱 我死了 用很负面的说话 神也要人钱 那些牧师也要人钱 希望大家 不是这样想 而是神给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有身体健康 我们有虚无一切 都是神给我们 我有感谢神 神给我供应我 我就不收工 其实我可以收的 但是我不收 因为我想祝福更多地方的人 神又更加喜悦 神又更多给多些东西 所以呢 其实 就是说我们的奉献 都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摩 而是为了 天国更多人得到神的恩兴 希望大家对神 不要有负面 或者有些经文 不接受 好了 有些人就不感恩 不知道自己不配 就是觉得自己 应该 为什么事情不是那么顺利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麻烦呢 就不懂得感恩 就是说 哎呀 神都对我好 哎呀 很多麻烦 很多困难 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追溯 我们其实的问题来源 在哪里呢 我们就去悔改了 就不要埋怨神 下面了 很多人呢 他不尊重神 他心思而言的行为 很多样的罪 即是里面想的都是赴面 对神尊重 对人尊重 对人尊重 随便骂人 伤害人 然后呢 不稳定亲近神 或者聚会 圣经说 不要停止聚会 但有时有些弟兄姐妹 就会有什么事 哎呀 谁请喝茶 那我就不来了 我就会这样说 如果有人请我喝茶 他说明天天阿牧斯 我请你喝茶 他知道答案是什么 他知道答案 一定不会答应 当某些情况 你真是不能够来聚会 譬如你 在打风我们来不到 譬如呢 有任何原因 你刚刚要入了急症室 来不到 那你就在家里 敬拜神 亲日神 即是你来不到 你都在家里 敬拜神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尊重神 即是不要因为任何原因 而停止聚会 还有呢 不在人面前 荣耀神 即是说呢 没有将荣耀归给神 没有告诉人 神多好 这个都是犯罪的 还有呢 事奉的时候 不尊重神 即是说随意的 很轻忽的 也都轻忽被服侍的人 好像他这样 又不听话 都没有心机帮他了 好像这样的人 真的没有什么 跟他说话 不断耳 我们什么人都好 多不好 其实我在网上 有很多人找我 我已经截了很多 有些是 早安晚安 我跟他说 我真的很忙 祝福你 多谢他师兄 多谢你祝福你 不过呢 你对我呢 你不用多说这些 做安晚安 不知什么是祝福的 因为我在网上 我只是帮人 我真的很忙 这些呢 多数收到我的信息 他都会停止 不过 有时他都会继续 传很多信息 告诉我 你不用给我 因为我已经收很多了 好了 但有另一种 是求助 有些求助 真的很无助 重重复复同一个问题 不过我总没有扔下他们 我总没有一个人 我不再理你了 我不再帮他 我帮他这么多次 我总没有一个人 我也不会对他说 一些负面的说法 你好像你这样 你这样的态度 你这样的方法 你永远都不听这些字 我永远都不会这么说 你继续努力 有些真是很难搞 他总是经常在那种问题里面 但我都因为尊重神的缘故 他其实有很多问题 但我不会因为他的问题 而对他不尊重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服侍哪个人都好 有一个尊重的心 看重他的心 这个人 虽然他的心命很多问题 但我依然去看重他的 好了 这个另一个问题 就是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是怎样 只是看神的惩罚 神的佛人 不信神的爱 对神没有信 神都不帮我 神不理我 我好像我那样 烂茶渣 神怎么会帮我 这些是对神没有信 也都是 骂神 神都看少那些人 这个是骂神 因为神 其实不会看少人的 还有觉得神遥远 就保持疏远神 跟神有一个距离 还有觉得奉献事奉是损失的 祈祷就是求神 没有爱无神 这样的时候 就跟神有一种距离的感觉 怎样敬离神呢 我们的世道 这些 深信神是至圣结 不能轻慢 第二 深信不能逃脱神的眼眸 活在神的爱中 被激烈去尊重神 真心悔改 离开罪 全敬离的心 不停止 亲人神和罪会 全敬离的心 遵从无视乎神 第一 就是说 深信神是至圣结 不能轻慢的 不能轻视的 说到神的命都是欣赏祂 清重祂 宣扬祂的美好 然后呢 深信不能走鸡 祂一定看到我们的罪 没有走鸡 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处理 然后呢 在神的爱中 被激烈去尊重神 好留意这句话 不是出于律法 是在神的爱中 原来基督的爱激烈我们 不是说 我要做 我要帮多些人 我要救多些人 这样 要做不做 也是说 神那么爱我 我就轻轻松松去服侍 我去祝福人 不是一种压力的 而是轻散的心 去祝福人 被激烈去尊重神 去侍奉神 去侍奉神 还有呢 真心悔悔离开任何的罪 全敬离的心 不停止亲人神和聚会 事事都亲人神 每天每天都多次的亲人神 整天都会想到耶稣 整天都欢喜耶稣 整天都感激耶稣 不断处理任何负面的出现 和一个敬畏的心 去遵从神和侍奉神 另一方面 圣经又说 我们可以享受神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一起读 因他在我右边我面不致遥动 因此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的灵快乐 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原来亲人神就怎样了 就不会遥动了 不会那么容易打倒了 心又欢喜 灵又快乐 肉身又安然居住 整个人都舒服的 这个就是 整天在神里面是轻散的 诗天讲的 诗念神 亲人神 是会饱足和开心的 诗篇六节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你 骨碎备有 我也要欢乐的嘴唇 赞在你面前 亲人神 诗念神 这个人就会享受开心 如果你有情绪问题 你多点想 神在爱我 我有生命 神在爱我 神给我的一切 神在爱我 我祈祷又平安喜乐 是神在爱我 试试 这样感谢神 心就会开心 还有 神是我最大的喜乐 这样的时候 就会很大的祝福 诗篇43篇4节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下来 神啊我的神 我要弹琴清赞你 这个 在英文翻译 to glad my exceeding joy 神是我最大的开心 去神最大的开心 即是神是我的开心 神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是我的开心的来源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看到 神是我们开心的来源 但是以神为乐 有什么好处呢 神就将恩典给我们 诗篇37篇4节 又要以耶华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给你 你以神为乐 神是我叫我欢喜的 所以我们侍奉神 我欢喜快乐 哈利路亚 我亲人神 哈利路亚 时是一个欢喜的心 何必活得痛胆呢 如何平衡呢 一方面有悔改 这个图有个人画 大卫犯了罪 他如何悔改认罪 画得他很忧伤 他的图画画得很漂亮 即是画得表达出那种资序 同时悔改 又敬畏神 又遵从神 但是同时 喜悦神 又享受神 如何两样同时存在呢 就是呢 其实我们看到神 真的好像爸爸 最疼我们的爸爸 很接立 我们就算做错 他都一定接立 我们就悔改 耶稣说 求你赦免一切的罪 我又欢喜神 神赦免我 我感谢神 给我一切恩恋 我又享受神的同在的平安 这样的时候呢 我有什么罪 立即处理 其实很轻散的 希望大家有这个平衡 不要背着淡子 也都不要轻忽神 两样同时的 有喜乐 但是同时不能够不尊重神 一定是尊重神 同时又很轻松 又开心的 一会儿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 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难不难呢 怎样走出来 怎样能够有这个平衡呢 思想上明白 和走出来两条线 可能需要时间 可能有些人觉得困难 但是呢 我就说总有方法 那你未曾一下子去到 一日进步一个percent 都可以了 慢慢一步一步 你一日进步一个percent 你慢慢有时候 可能更快 更快的时候 你就感谢神 我一直在进步 不同的层次 再讲到这个不同的层次 就是呢 对于 敬畏和遵从神的不同层次 就是对于敬畏都有不同的层次 第一种 因为怕神而敬畏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是遵从神 不过怕 死了 我反着神就会罚我的 我一定要遵从神 我一定要做这些东西 我一定要做 我不做神就罚我的 这种心 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如果这样 你就觉得神就是法官 神就是很硬的 第二种是什么呢 用强压的方法 叫人尊重神 就是帮助人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有耐性 慢慢引导他 接纳他 他又做得不好 他说我很多软弱 我们先接纳他 让他知道 好像神接纳我们 譬如我们留意犯奸人的女人 耶稣是第一接纳他 因为第一责备他 第一是接纳他先 就算彼得要否认三次 耶稣也是接纳他先 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接纳人 所以我们学习 我们侍奉都是 不是用强硬的方法 不是强迫的方法 是聆听人 关心人 然后另外一种不好的层次 就是用负面眼光体现了 好像他这样一世都 神都经理不了他 他都没有用的了 这个也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创的 而正确的又如何呢 一起读了 深信神的爱 而敬畏我 尊重神 因为他爱我 所以我尊重他 敬畏他 接纳人的软弱 以用爱心引导 我接纳人也有软弱 慢慢引导 不要紧的 他未改得完 慢慢来 逐步逐步 有时我们自己都经历很长的时间 才改变的 好了 这个最后的经文 以神为乐 神只我们 成价在高处 真是在高处 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在高空 好像在天堂那样活着的 以赛书五百八章十四节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亚那些产业药用力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句话很好啊 你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就使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死也不是说到你要怕神 怕到战斗了 先有说到战斗的 不过当你战斗完你就因神而喜乐 因为神的情罪 我们都应该知罪的 应该有知罪的心 悔过的心 但我们不是长期在战斗的心 而是长期在神的喜乐里面 神的平安喜乐里面 神就使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你以耶和华为乐 神是我的欢喜 是我的喜乐 神就将你放在高处 以你祖亚国的产业药用力 你真是神 你日用的需要 神都赐给你 希望今天的信息 帮助大家 能够有一个平衡的心态 一方面知道敬畏神 但另一方面 我们不是敬而远之对神 是一个尊敬的心 但最重要是有神的爱 神的喜乐 神的平安 轻轻松松做交道 享受生命 大家是不是在享受生命呢 有几个 你觉得你是在享受生命的 请你举手 有几个 你是在享受的 我希望大家 每个都将来 每个都举手 我现在天天都在享受神的 神是想我们享受祂 我们看这些经文 都是讲到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即是享受 那你未做到 不要紧 我们会帮你 我希望大家都留下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帮下你 如何以神为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起床 一起起床 来到神以前 求主耶稣的爱 和我们一起 主耶稣的爱 主要求祢释放我们的冲荡 所有冲荡都放在这里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 神我做得不好 你卸我 很简单 不要想到很复杂 神是一个严肃的神 使用一个折腾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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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一个折腾的手